大家好,我是狐狸,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客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 只要一说起沙漠,大家脑海里就会出现漫天黄沙的情景吧。 那大家能想象到,在沙漠里种冬天是什么样的吗? 可能有的人就说了,这不可能实现的吧。 但是咱们中国就是喜欢把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变为现实。 所以今天小编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让世界都震惊的生态工程。 它就是在沙漠中建造粮田。 这种沙漠种田已经在我国实现了,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我国最大的粮仓了。 就拿之前袁隆平在迪拜沙漠中种出水稻的例子来说吧。 元老带着他的团队在迪拜沙漠种出水稻,并且亡产可达500公斤,这已经超出了本来的预估值了。 对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中国在杂交水稻这方面的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了, 并且已经取得世界性的成就和突破。 在迪拜沙漠种植水稻的成功,也改善了沙漠的天然条件,并且还能实现自给自足。 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将大面积的复制和扩大面积。 其实除了迪拜外,我国境内有许多沙漠也得到同样的对待,建立起一些生态工程了。 就比如说毛乌苏沙漠,之前的毛乌苏沙漠都是漫天的黄沙,经过国家的治理和改变之后,现在已经被植物和农田全面覆盖了。 所以说沙漠里种植水稻的成功和在农业方面的突破,不仅减少土地沙漠化严重,还成为了粮仓。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技术的先进和中国的进步。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